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一款产品 光魂X1 它是我们全站之沿近一年的时间 所不断打磨出来的产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先来看显示器包装 我们为X1设计了黑色的彩皮盒 上面朋友X1机器渲染图 同时做了UV工艺处理 包装的打开方式依然是非常便捷的Pisas 打开它,我们在内部使用了缓冲能力更强 成本更高的黑色泡棉 它制作了单独的配件盒 打开配件盒 里面包含了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 一条DP2001的信号线 一条USB3.0上行线 和一份说明书保修卡 拿开第一层泡沫 下面就是显示本体 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产品设计理念缘故 X1没有配备标准的历史支架 大家可以自由地搭配已有的万象支架 或者选择我们为大家选配的标准版 和阳机养幻女历史支架 这样的做法让用户有更多的选择 同时可以降低标准版产品的售价 阳机养幻女版的支架 我们使用了预安装的方式 用户不需要安装底座 支架和面板连接即可安装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X1作为我们的旗舰产品 我们提供了两种配色供大家选择 分别是黑色内肤手感器和金属银器 机器正面为四边微边框 屏占比和视觉观感 相比传统三边微边框更加的赏现原目 支架和底座的设计跌宕起伏 最初我们花费几十万 制造了一体压柱成型的模具 经过数十次的打样验证 经费在疯狂的燃烧 但在近半年的时间 因为一些因素我们推导重来 内外部全新设计 使用CC素控阳机氧化工艺 全铝合金材料 使其线条凝利 我们再来看机身背面 中间凸起的小背包 用于放置内部元器件 小背包的左上角印有SDC的logo 顶部开口做了刹筛式散热孔 同时为了防尘 我们还在内部设计了防尘网 支架功能一些方面 无论是标准版还是阳机氧化铝版 它们都支持升降 扶养 水平和左右各90度的垂直旋转 整体的调节阻力非常湿滑 即使单手 也可以轻松完成操作 接口方面 光魂27XU搭载的 全球首款DP200接口 它是全球首款支持4K 165Hz 10bit全范围 且无跌时式压缩的机器 同时 也是目前唯一一台 R8面板165Hz的机型 除此之外 我们还为它配备了 两个满速48G带宽的HDMI 2.1接口 一个96W全功能Type-C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一个C口下行 侧面还有两个USB下行接口 整体的接口配置 应该是R8机型中最强的 VIO之一 接着我们来点亮 一起来看一下X1的画面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SDC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之后的第一主板感受 整体的画面非常通透 并且亮度观感非常出色 没有出现明显的过保和现象 通过仪器的实测 SRGB容积达到了134.88% PBI为163 实际的字体和图标显示非常细腻 没有毛齿感和彩边的现象 像素点方面 灯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垂直调状排列 指像素形态是鱼鳞状 OS菜单方面 我们特别定制和调节的光魂UI 菜单的操作为五项摇杆按键 出场模仁为蓝色 用户可以在菜单中的系统设置 修改它的大小 颜色 位置 透明度和显示时间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菜单布局 左上角是SDC logo 顶部我们特别加入了机器实时状态信息 方便用户监测当前状态 左侧这位菜单功能 包含我们预制的显示模式 图像 游戏 信号 接口 和系统设置 显示模式中 我们为电竞玩家提供了eSport模式 开启之后 能显著提升画面的暗部细节 并且高亮不过曝 同时 这个模式下 响应速度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除去eSport外 我们还预制了标准是 FPS RTS Mac 低蓝光 和玩家自定一二 供大家选择 电竞设定 我们提供了响应时间 VR PFI 超频 刷新率显示 暗部增强 准形样式 和颜色饱和度调节 我们稍微介绍下VR加功能 在PC端可以兼容GSync和FreeSync 在PS5 Xport Series 以及Mac上 可以支持可变刷新率 最高支持范围48到165Hz 在接口配置选择中 我们提供了多画面 PPP和PIP的设置 同时 开启KVM 你可以通过一套键数 无缝控制两台输入原设备 回到实测数据 设温方面 出厂默认为7477K 菜单中 我们还提供了5000K 6500K 7500K 9300K 以及自定义三色调节 同时 我们测试预设模式下的色温表现 低蓝光模式 色温最暖为5476K 最冷为RTS模式 7536K 色语空间方面 X1出厂默认为P3色语 菜单中 我们还提供了SRGB的色语缩线 通过仪器的实测 SRGB模式下 色语覆盖率为99% 平均色差0.43% 最大色差0.95% 最大值都不超过1 表现及其出色 P3色语覆盖下97.3% 平均色差值0.72% 最大色值5.21% 因为R8面板 红色覆盖不足 导致红色偏离较大 SDR亮度方面 出厂默认为385L 手动调节的最大 亮度为533L 静态对比率为1216比1 这个表现 差过了IPS标称的1000比1 亮度和色度均匀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蓝色区域接近550L 边缘绿色区域 在500L以上 以国标25宫格 测试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11.12% 切换到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在 7513K到8199K之间波动 右侧紫色区域 在7500K到7600K之间 左侧和中间蓝色区域 在7700K到7800K之间 边缘绿色区域 在7800K以上 切换到全屏黑场 通过3D ISO图像 我们可以看到 漏光主要集中在 左下角和右下角 最大亮度为0.7L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 它的视角呈现 IPS典型的十字型分布 红色区域 属于是最佳视角 对比较在1000K左右 最佳垂直和水平角度 都接近30度 在IPS中 属于是优秀的水平 平显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 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它都是DC的调光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它的红光波段 呈现两个凸起的波峰 属于是KSF背光的特性 蓝光波峰在451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6.34% 不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 XE接口的带宽和兼容性表现 它的DP接口是2.0的规格 连接PC可以无损支持 4K165Hz10bit全范围输入 这是目前唯一一台 支持4K165Hz10bit无损的显示器 HDMI接口是2.1的规格 支持F26协议 4通道12G 总计48G满数带宽 连接PC可以达到 4K165Hz12bit全范围输入 连接PS5 它可以支持到4K 48-120Hz的可变耍性率 支持SDR 颜色格式为422 连接差不多的Series X 它可以支持除去杜比世界之外的 所有游戏和视频内容 连接MacBook Pro 16 在Type-C的直连下 最高可以支持4K14Hz 支持SDR和High DPI 同时Type-C在实际的测试中 可以支持96W的反充 输入延迟方面 1080P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6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7毫秒 HDR性能方面 XE支持HDMI600技术 我们特别制作了分区控光板 使其能够实现精准的16分区控制 同时 我们通过算法补偿 优化分区的光柱现象 在扫描线和滚动球的测试中 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黑色背景 也大幅度抑制了光柱 对画面观感的影响 HDMI亮度方面 实测最高亮度为680L 静态对比对为1189比1 UTF曲线方面 我们设置了影院 游戏 XSDR和HDR600 四种模式 通过一切测试 由于IPS黑场无法降到0 因此 从原本的0L起步 调整为0.1L 整体曲线 采用平滑的滚降处理 逐步贴合标准的PQ XSDR实景方面 我们使用松下的 UB9000加完美星球 蓝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色皱剂 生成尾色图 所有模式下的实景亮度 都超过了500L 其中 XSDR600模式最高 为538L 最低则为影院模式 517L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它的色彩还原表现不错 岩浆部分没有出现过保和现象 同时 暗部细节也没有出现 明显的发挥和丢失的现象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它的色彩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彩断层现象 表现不错 XSDR游戏体验方面 光线反射和一些灯光高亮场景中 表现是非常优秀的 在遇到整体画面偏暗的情况下 暗部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细节丢失 游戏禁忌体验方面 面板原生支持14Hz的刷新率 通过不断的调校和超频 它最高可以达到165Hz 这是ABA面板机型中 唯一支持165Hz的产品 在实际测试中 165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也方面 我们提供了三个OD档位 和一个自定义选项 实际用仪器测试 关闭模式下6.08毫秒 这个档位没有过充 快速模式4.84毫秒 平均过充1.12 最大过充10.77% XSport模式4.35毫秒 平均过充3.29 最大过充25% 这个档位有明显的鬼影现象 70档为最佳可用状态 实际测试这个档位 回接响应时间为4.66毫秒 平均过充5.51% 最大过充为16.39% 这是我们目前测试过的 W28面板中最快的响应时间 但到这并没有结束 在显示模式中 开启XSport模式 各档位的速度还会有所提升 快速档位从4.84会提升到4.64 自定义70档位 从4.66提升到4.5毫秒 运动响应时间测试方面 在它的最佳OD档位下 BT为6.115毫秒 排名运动轻度天天板的第40名 实际在UFO运动轻度的测试中 飞铁本体的轻度一般 但后方的托位控制优化不错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 以及它的数据天天板的表现 拆开机器 首先会看到我们制作的巨大金属屏蔽罩 成本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提高 拆开屏蔽罩 就可以看到驱动版 控光版和USB小版 我们先来看驱动版 主动IC4应为光魂X1 Ultra 它支持控光逻辑算法 先进的DP2.0 以及满速的HDMI 2.1 在它的右侧 有一颗乐德瑞的6282芯片 用于实现Type-Z96W的PD供电 DP-OUT和数据传输等功能 USB Hub板 集成了一颗微生的VLI-817-Q7 用于实现USB上下型的数据传输功能 我们再来看控光版 控光芯片为Dialoc的ES3824E1 上下两边各有8颗MOS管 总计16颗 每颗对应一个分区控制 面板方面我们来看贴纸 形容为LM270W28-SSAE 这是一块LGD的原装模组 27英寸 四边没边框 4K分辨率 奥克赛技术 原生一式核子刷新率 5毫秒的G2G响应 98%的DCI-P3覆盖 750L的峰值亮度 接着我们来看实测数据方面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桌标计算 X1达到了134.88%的SHB容积 色域天地棒排名第69名 S2亮度方面实测为533L 亮度天地棒排名第14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1216比1 对比度天地棒排名第62名 可视角度方面通过四角移的测量 它的最佳垂直和水平角度达到了30度 表现在IPS中属于优秀的水平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斤的白点测下 差异最大差值为8.21 均匀度天地棒排名第45名 S2单独测项 我们先来看峰值亮度 实测为680L S2峰值亮度天地棒排名第53名 S2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1189比1 静态对比度天地棒排名第65名 最后响应速度的测试环节 X1最快可用灰阶响应为4.66毫秒 排名灰阶响应时间天地棒的第60名 运动显示时间测试方面 在最佳的OD档位下 比提为6.115毫秒 排名运动轻度天地棒的第40名 按照惯例 我们对X1进行一个优趣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来讲起 1.全球首款DP2.0显示器 支持4K165Hz10bit无损输入 同时还配备了满足HDMI21和96W的全功能Type-C 2.搭载LGDR8面板 四边微边框 画面色彩通透 字体显示细腻 没有彩边和毛齿感 三.独家制作OSD菜单 功能丰富 拥有特调的eSport电竞模式 合一百档自定于OD调节 四.制作SDR600配备16分区测入数背光 实测SDR峰值亮度达到680L 同时实际亮度最高都超过了500L 五.SRGB色差平均和最高都小于1 很出色 接着我们来说下缺点 一.蓝光占比16% 偏高不只是硬件低蓝光 二.P3模式下红色覆盖不足 尽管色差平均值0.75 但最大色差值超过了5 三.这是我们耗时近一年时间制作的一代旗舰 全占制言和开模 但因为各种原因 使其边缝较大 我们将在未来优化它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光魂X1的全部的尺寸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多帮我们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